- 大家好,我們是Stevens Crypto - 大家好,我們是Stevens Crypto - 最近比較少更新 坐在這邊有點陌生的感覺 熊市介紹什麼項目不好賺錢 所以好像感覺沒有什麼自信心 現在賺錢常常都開空單 感覺對我們喜歡的這個產業很觸摔 所以你都在空 Crypto Market 然後賺錢這樣 補補動 對,補動 會出水嗎? 就對我們喜歡的東西不報紙信仰 對啦 你不是說這像是在什麼骨折上面貼OK夢一樣 是 最近幣市跌滿慘的 我們今天這集就來回顧一下 幣市在今年下半年發生的各大事件 導致大盤甚至所有幣大幣小幣暴跌的一個過程 Let's go 這次虛擬貨幣的牛市其實大家原本都覺得Super Cycle 因為第一,聯準會一直印鈔嘛 然後Bitcoin又是剛出現那個Helping Cycle 就是它的reward減半 所以大家原本都到 11、12月的時候我們都很開心 啊,比特幣又上10萬 超級Bolic 就後來開始往下跌 但往下跌的時候也是一下漲一下跌了 感覺都有成縮 大概都有在4萬 3、4萬左右 這邊大家過了也還算OK 但是 大概在今年5月10號就爆出了那個LUNA跟USC 它脫鉤 那大家可以在第8Live上面看到說 它原本之前所有大概30B的美金在裡面 300億 就很多都是在那個Anchor Protocol上面 對,拿那個穩定幣的那個 然後它又跌到 從5月10號爆出的事件後就直接 直接蒸發 吃龜鈴糕 對,超差 對 所以這個事件就對市場信心影響蠻大的 5月26剛好 聯準貴那時候好公佈 6、7月要各升級量嘛 然後那時候就是他們很決心要抗痛苦嘛 我們之前有拍影片介紹過 所以那時候 美股市場大凡不是很好 所以接連影響就是加密貨幣市場 那6月10號那時候 美國公佈他們5月的CPI 5月這個消費者物價指數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CPI 那超越市場的預期8.3%的增幅 然後之後呢我們看到一個報告是 預期跟大學調查的CPI呢 其實是從58.4%暴降至50.2% 遠低於金融危機時期 還有1981年的通膨的高點 所以大家都開始恐慌了 因為這創下了1978年的紀錄 以來的新低 那其實這裡顯示 就是美國經濟其實實際上是在衰退 所以那時候可以看到 市場剩2萬9了 接下來的事件是6月11號 ETH的delay 聽Beco說難度炸彈確定會延後兩個月 對啊原本想說 是不是熊市有這唯一的一個利多消息 可以讓虛擬貨幣漲一點 就看來現在這個upgrade要延後了 對 然後延後還造成了一連串連鎖的危機出現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eip5133這個難度炸彈的延後呢 其實它延後了50萬個區塊實施 也就是大概今年大概8月中才會實施 本來是今年的7月2號實施 它已經第五次被維持了 6月10號的時候那時候還維持大概有293萬 但是6月初 Coin跌到剩2萬2 爆出那個Celsius大量損失ETH的事件 他們之前好像有ETH被偷走 那因為ETH升級的delay 原本可以stakeETH 就是要幫助這個network升級的這些人 他們的stakeETH要更後面才可以拿出來 有一些人就想要把這些stakeETH 可以換成ETH 那這也造成擊隊嘛 可以看到其實stakeETH 占了Celsius它holding大概44% 將近一半 所以大家可能覺得要暴跌了 寧願賠錢要把它輸回來這樣子 這就讓ETH跟stakeETH的1比1比例脫鉤 所以造成市場又一波的恐慌 Celsius在因為今天這些事情以後呢 有非常多損失 然後最近好像就把他們的交易所先暫停停款 他們想要先解決這個liquidity的問題 從其他地方拿到錢以後再來 讓他們交易所的使用者 安全的把他們資金拿出來 但他們最近好像就是陷入一個非常恐慌的一個狀態 很多人就擔心說 會不會sales 這些公司整家爆掉 然後又會是一波血系 上週大概6月17的時候又爆出來說三件資本 他其實之前買超級多LUNA的 他買了5.5億美元 接盤那些被鎖上的LUNA 然後現在價值可以看到是670塊美元 因為之前Define Kingdom裡面有很多UST 然後我那個時候因為影片有介紹 所以我也短暫買了一點點 LUNA跟UST 對LUNA 那時候我都有用 但是我那個時候就賺了大概一點點就爆走 不知道後面會變這個用品 我還記得我們有先介紹ABRACADABRA 然後才介紹LUNA 那介紹ABRACADABRA的時候 我就說 ABRACADABRA它有一個鎖倉的機制 所以讓大家要把錢拿出來的時候 沒辦法一次全部拿出來 這樣他們裡面的流動性才夠 我覺得這樣的機制還不錯 但我沒有想到說Anchor這更大的平台 它好像真的完全沒有鎖 就只有20% 然後我們也有在Reddit上面讀到就是說 好像有一些中心化的一些金融機構 有策劃一些Event 然後要直接把Terra Luna給搞爆 看準他們這套演算法穩定幣的弱點 直接去攻擊它 然後從中就是放空單賺大錢 今天影片就回顧一下下半年發生什麼事情 記錄一下過程 見證歷史 如果在下一波牛市再回來看的話 搞不好蠻好玩 就可以看到當時氣氛多低你 這一輩子能有投資多少資產 暴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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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年才一次而已 真的 我們還要推一下我們百倍戰隊 希望大家可以來加入一下抽抽獎嗎 然後參加戰隊不代表一定要交易比賽 你可以參加戰隊然後把錢放進去 領了錢以後你再把錢拿出來 就是一個蠻好的福利 還可以參加他們的籃球NFT的抽獎 對啊 然後抽我們的椅子 我們的影片《純屬娛樂》絕對不是投資建議 請想要加入的朋友自己做好功課 了解財務狀況再決定要不要加入 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們的社群平台現在也有 Desport跟Facework還有Instagram 大家都可以在這些平台跟我們做互動 我們也會不定期的舉辦空投 我們下次見 拜拜